航母一直都是各国军事领域研究的主要方向,因为航母很好的代表了一个国家海军的综合实力,美国海军之所以这么强大,11艘核动力航母就是最好的说明。 但是航母虽然厉害,可并不是想造就能造出来的,现在世界上拥有航母的国家也就只有的那须值可数的几个能够自主研发的国家,就更是少之又少。 然而现在中国自主研发的003号航母也是即将下水,这艘航母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在航母研发领域,又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世界各国也是见证了中国这些年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大家都知道中国发展很快,但是却不曾想到,中国在这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努力,甚至连很多国人,对于中国航母事业的发展也不是很了解。 国家也是,尽量让国民享受着富足的生活,看到国家光鲜亮丽的一面,而在此背后的艰辛付出,也都选择了自己默默承受。 而航母这条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水的。 大家都知道,当年中国的第一艘航母是由从乌克兰购买的瓦良格号改造而来。 就是因为改造这艘航母,中国还曾牺牲了15名设计师的性命。 当时航母高买回来的时候,完全就是一个废旧的空壳子,里面非常的脏乱,瓶瓶罐罐什么都有。 再加上当时中国在航母建造方面,根本一点经验都没有,完全是一张白纸,可所有的事情都要大家切力亲为。 而正是这些设计师,奋不孤身,也以近日的奋战在航母改造的第一线,很多时候都忘记了吃饭和睡觉。 甚至有的设计师爱人受病去世,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 而且在这么多的工作人员中,也总共有15名设计师。 因为工作的原因,先后离开了我们,但是航母的最终建成,和他们的努力是完全分不开的。 也正是有了他们,才有了中国的第一艘航母,他们才是中国航母领域的领路人和开创者。 现在中国三航母建造领域的技术也是不断的成熟。 现在中国完全有能力进行自主研发,而且现在中国的003号航母,也进入了最后的关键时刻。 相信003号航母也仅仅是中国航母领域的一个全新开始,中国以后还会建造出更多更强大的航母,为国家效力。 同时我们也会永远记住,那些为中国航母事业,而拥有现身的科研人员们。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